另外带您看就是金曲歌后詹雅雯 在演唱会前夕 发现她的喉咙旁边长了肿瘤 那么虽然是良性的 但是因为太靠近声带了 所以呢决定暂缓开刀 贴心的歌迷呢 也要她不要担心 浑厚嗓音充满情感 金曲歌后詹雅雯一开唱就气势十足 不过在演唱会即将开唱之前 却发现喉咙附近长了许多肿瘤 如果是假装性癌 手术后呢 一般都还会不错 但是因为现在有演唱会 我整个那个压力就来了 我觉得不行 现在不行 一周内体重掉了三到四公斤 医生表示开刀风险并不高 但是肿瘤离喉咙非常近 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到声带 不想延误了演唱会 要给歌迷一个交代 詹雅雯还是努力撑下去 为了不让歌迷失望 詹雅雯依旧正面应战 多休息加上用独特的 刮沙方式护嗓 这样的金曲歌后 永远都把最光明的一面 献给大家 三立新闻 吴文成 戴相宜 台北报